我發覺這世界上有個無恥至極的人 我們今晚先說 不,稍後再說 說後面皮 我懶得你在這個宇宙上 我也算是後面皮 但是對比這條陷糕 我真是屌你,我連一條 在一條牛巫上的牛膝 都不如 那麼後面皮的人,我真是沒見過 屌你,我沒看過 真是屌你,你有沒有看過 真是被林鄭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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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你屌你,你都不夠斷 對比我們這個偉大的 Mr.後面皮 我們先說說今天的新聞 首先,很感謝阿正 星期一拿路了新區 我們有些網友說 下次又可以叫十四嫂上來 但是叫你和你按摩的時候 就要你按正面 按正面,按什麼是正面 但是有些人建議不是這樣 是建議十四嫂給我們按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調戲人 人家真的有先生的結束婚 正經人家 就是要看你會不會扯期 我心想,其實按摩 日水銀燈下又怎麼扯期呢 但是很感謝大家 十四嫂的生意真是韜韜 其實那天第二天就上來 就說很後悔 很後悔,有點緊張 就沒有介紹到 其實我們很多客人 買了超過很多部的 就是那個波野獎 是 他想做一次 怎樣按膝頭給你們看 因為怕他們買回來 其實不懂得用那部 很多人買了 以為舒服 其實那部除了舒服之外 就是波野獎 他還有療效 有的 我情商 看看十四嫂 下次再上來 很感謝 我代他跟大家說 因為很多網友說他漂亮 在那個帳房裡 是 十四嫂就說他沒有試過 那麼大個人稱讚他漂亮 真的? 對 他的老公也稱讚他 他的老公當然有 就是這樣那些 其實我們試試看 我看看會不會找到化妝師 跟他化妝 因為他又不扯 我很討厭女人不扯眉 我真的很討厭他 這叫自然 不行 一定要扯眉 你不扯眉就等於 不扯眉毛一樣不扯眉 OK